最近越来越多上升期的终生代女演员活跃在大家视野中 低调的姐姐们再一次凭颜值和实力狂吸了一波注意力 这其中当然少不了樱桃 前不久路人曝光的女人万岁路透视频中 樱桃一头绿色大波浪卷发和纤细身材 看背影就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姑娘 转过身露出的脸蛋也是小小的一个巴掌大 笑起来就是甜妹 樱桃真的够美 很有味道的那种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看过由樱桃和雷佳音主演的人世间吧 这部剧的泪点秘籍 樱桃饰演一个外表柔弱美丽但内心坚韧的女人 这个角色有多悲惨就有多大的魅力 出场几个串堂葫芦的镜头就勾走了观众的心 溜冰场惊鸿一瞥也能让人念念不忘 果不其然 两位主演都在人世间取得了好成绩 樱桃站在精英奖的领奖台上一声辉 哽咽着感谢观众 郑娟这个角色 确实有力量 一种独属于女性的坚韧 温柔的力量 这才是观众能看入新的女性角色 樱桃凭借出众的演技以及霸气的气场收获大波露人粉 更重要的是古典的长相总是给人一种很复古又温情的气质 不愧是影视剧女王 有人说 43岁的樱桃给其他女明星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无论是演技还是身材 完全碾压童年龄阶段的女明星了 当然好身材离不开自己的自律 樱桃除了因为演技频频登上热搜外 她的好身材也常出现在热搜里 经常看到樱桃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的健身照 在健身房里 她经常穿白色吊带搭配运动短裤 腹肌线条十分抢劲 身上的肌肉相当结实 一看就是长肌锻炼的结果 在上综艺时 健身达人刘庚宏在看到樱桃后不由地发出感叹 你看起来很有运动感应 黄教主还帮枪夸樱桃 樱桃便很谦虚地说自己还是出级 能被刘庚宏看出运动成果的樱桃 这一路一定流过很多汗水 还记得早年的樱桃走的是风云风雨的路线 就好像杨贵妃这个角色一样 优荣华贵这个词已经深深地刻印在了她的骨子里 让她成为了性感妖娆的典范 樱桃有多迷人 看到她这几张生图后 网友直呼 现实版五妹娘 不得不说 就算是微胖的美眉 也可以穿出高贵优雅的感觉 但现在的樱桃明显销售下去了 但是却还是有力量感的身材 樱桃在前段时间还在 在自己的账号中晒出不少在海边游玩的照片 其中有几张泳装照将樱桃的好身材完美展示了出来 不由得让很多人铠叹 年龄对于她们来说真的就只是数字罢了 岁月非但没有使她们变老 反倒还给她们身上增加了一种独特的成熟女人的韵味 令人着魔 那么大家喜欢风云的樱桃还是运动感的樱桃呢 欢迎留言讨论